2013南港桂花季活动 10月19号在南港茶叶制造示范场举行 虽然地点在偏远的南港山上 不过还是吸引大批的民众参加 让大家充分体验桂花还有包种茶的文化饗宴 今年的南港桂花季活动 加上南港茶叶制造示范场正式对外开放式营运 特别扩大举办活动内容 由南港社区大学专业讲师 带领民众导览南港茶参文化 以及亲子种植桂花活动 大人小孩都玩得很开心 试进去然后再挖出来 买起来了 买起来了 哇 好棒哦 而正式对外开放式营运的南港茶叶制造示范场 每轮美奂的空间 不但有茶叶文化介绍展示 也有茶文化讲座和茶席示范 让民众了解喝茶的艺术 活动现场的摊位大部分都是和桂花或是茶叶有关的美食 几乎每一摊都是大排长龙 当地的旧庄里里长非常感谢市政府和各单位的帮忙 让南港区旧庄里的桂花和茶叶文化推广出去 其实有史以来我们办了十年的桂花季今年是最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邀请旧庄国小一起来我们旧庄种植桂花 那本身南港就是区花就是桂花 那我们让小朋友了解说桂花的生长环境 跟我们桂花所有的生长在我们旧庄是种植最多的 而且这个季节是桂花开的最多的时候 我们在茶叶示范场里面今天有示范茶道还有染布 还有我们茶的进展跟我们茶的渊源历史 今天都有在我们那个茶叶示范场里面展示 南港地区是北台湾包种茶的发源地也是桂花的故乡 这次来不及参加的民众10月26号还有一场桂花季活动 千万不要错过 中家台北新闻许超雄采访报导